十七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促成了权力法案的通过 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 并促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随之 英国成了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开辟了人类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时代 随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奥地利等国也纷纷效法 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并相继推翻了本国的封建专制统治 制定了各自的宪法 确立了各自的君主立宪制 新航路开辟后 英国工商业大大繁荣 推动了英国基本主义的发展 也引发了资源的大量需求 因此 英国在拓展对外贸易的同时 逐步扩大了殖民掠夺与殖民地的扩张 随之 欧洲 非洲 亚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南齐洲和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南冰洋 北冰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都相继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截至二十世纪初期 英国征服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疆域 及其土地上的民众 在英国殖民扩张的同时 也将西方的政治制度 文化 宗教 教育 医疗等 诸多方面先进的知识及思想观念 带入了各个殖民地 摧毁了殖民地国家旧的统治秩序 打破了原来封闭的封建统治思想 为各殖民地不自觉地走上 宪政民主道路奠定了基础 为僵化 停滞 封闭和落后的 各殖民国的社会现状 带来了转机 注入了新鲜血液 为推动各殖民地在各领域的发展 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出了不朽的资民 小薰就在我家里 我不是在你 你不许的信了 你不许的信了 我不是在我家里 你不许的信了 我也是在你 你不许的信了 我也是在你 我不是在你 我老是在你 我不是在你 我不是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世纪70年代 随着工业化在全球的推广、普及、发展 与封建专制制度在各国的废除 英国逐渐失去了独霸全球工业的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后 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 英国走向衰落 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